大家好,今天是8月6号2023年,能源经第268奖次,经文在卷9,533页的第一行。 我们今天来讲社界。 社界,我们经常讲的四禅八地,指的就是社界上面的四禅,出禅到四禅。 还有八地呢,就是社界的四禅地和无社界的四空地。 所以在社界上面,从出禅到四禅,就是看我们心清静的程度,也就是说我们心对外城分别的程度。 因为前面我们讲的,在欲界的时候,主要在欲界的天,主要是讲的心的淫欲的轻重的程度来分的。 所以这里讲的是外城分别执着的程度。 就比如说,在出禅的时候,到了出禅,我们的鼻子和舌头就没有分别了。 就是吃的东西就不会挑了,那吃饱就可以了。 鼻子呢,在味道上面也没有分别了。 什么好闻的,什么好闻的,或不好闻的。 那么这里讲一讲社界的四禅,社界的四禅也就是三国修行人的程度。 那么三国,所以四禅是三国的程度,四禅不是四国。 所以到最后我们看,四禅一共有,这里一共有九天,最后的一天是社究竟天。 社究竟天就是阿弥陀佛,他在这里等。 等什么呢?等三国的这些修行人。 那他到了这个程度之后,不要再往上,不要再走到无社界上面的四空定里面。 要他们回小向大,要往大乘的方向走,就是要度众生的。 所以他们如果回小向大的话,就等于大乘的五地菩萨的程度。 好,那我们这里来看经文。 我们这里先讲一讲初禅。 初禅它还是有火灾。 二禅有水灾,三禅有风灾。 这个水,火水风,也就是,这个也就是代表了汤称,汤称痴。 所以初禅的时候,就是它的称性是比较重。 那么它还是,其他的汤和吃还是有的,但是称比较重。 那么在二禅的时候,就是它的汤是比较重的。 三禅就是风,就是进阶风来的时候,就跟着进阶风走了,所以还是有吃的。 所以这里指的就是,在做人的时候。 它修行的时候,它修行的时候,所以这里修心,我们修行指的就是,就是修我们的心,让我们的心成熟。 所以它修的时候,不假禅罗,它没有真正的去修禅罗。 什么意思呢? 因为佛叫我们修是有层次的,是从圣摩托,三摩禅罗,然后到最后就是守能言大定。 圣摩托就是你已经有戒了,有戒呢,就有一些定。 到三摩,地里面,你已经有一些智,禅罗就是有智慧了。 所以它没有真正的按这个层次去修,不假禅罗,所以它就没有智慧。 但是呢,它能够直升,它能够不行淫欲。 它平常的行住坐卧上面,它淫欲的心也没有。 所以碍然不生,它的心就没有被这些碍欲所污染。 所以它就不需要再留在欲界。 它可以似能意念,因为它的念是清静的。 所以它随着它的念可以往上升,就成为梵天里面的伴侣。 所以就是梵仲天,也就是梵天里面的臣民。 所以在梵仲天呢,它的瘦有二十小节,是非常长的。 它的身高是半游巡。 一个一游巡大概是十一公里。 所以它是半游巡的身高。 玉席祭出,离玉兴献, 余诸律仪,爱乐随顺, 世人因死,人行泛德, 如是一类,明泛斧天。 所以它这里玉席就是它淫欲的席气已经没有了。 离玉兴献,因为它有戒, 所以它心里面就有定,有定理所显现。 所以呢,它在行住坐卧上面,它都有规矩,就是有四位移。 爱乐随顺,它这样子做,它心里面是很欢喜的, 它没有任何强迫自己的来去做。 世人因食,能行泛德,所以它直接的同时, 它还行泛德,就是它还做食善。 所以这一类的人呢,他死了之后,他就会到泛斧天, 就是他可以辅佐大凡天王, 来管他的大凡天里面的臣民。 所以泛斧天的寿命呢,是四十小节, 他的身高是亦有寻。 我们看下面一个, 身心妙缘, 威仪不缺, 清净境界, 家以明悟, 是能因食, 能捅犯众, 为大凡王, 如是一类, 明大凡天。 所以这里, 身心妙缘, 就是, 它呢, 已经开始修事无量心了。 事无量心指的就是, 慈悲喜舍。 慈就是要满别人的愿, 就是在正的上面, 人家要去道场听经, 要去做法会, 那么你就要送他们去, 满他们的心愿。 悲, 就是悲拔苦, 你能够帮众生解决他们的身心烦恼。 喜, 就是你很欢喜这样子去做, 没有任何, 就是不情愿的心理。 舍, 就是你做了之后, 你没有任何的回报的, 要求回报的这种心理。 所以, 威仪在生活上面, 也是非常有威仪, 因为心里面是清净, 是守戒的。 那么, 这里还有一个家以明悟, 就是说, 他听经, 他听懂了, 那么, 他听懂了, 就是他做到了。 所以呢, 他做这个大饭丸, 他能够讲经说法的, 所以他能够通领大众, 所以这个就是大饭天丸。 大饭天丸, 他的寿命是六十小节, 那么他的身高是一游寻半。 欧难是三圣流, 一切苦恼, 所不能逼, 虽非正修, 真三摩地, 清净心中, 猪肉不动, 名为出禅。 所以三圣流指的就是, 出禅的这三天, 那么, 因为他已经超过欲界的, 所以叫三圣流, 虽欲界的一切苦恼, 都不能够逼迫他们。 所以欲界的苦是什么呢? 就是八苦, 在涅槃经里面也说过, 就是生、 劳、 病死、 愿真会苦、 爱别离苦、 求不得苦和五圣因苦。 所以前面的七苦呢, 都是从我们的五因, 五因而有的七苦。 所以虽非正修, 真三摩地, 虽然他们不是真正的修, 正正地, 他们为什么呢? 因为他们只是把我的自行扶住, 他们并不是修真正大乘的正地, 因为真正大乘的正地, 就是心里面是不会为外城所动, 因为戒和心是和的, 随着和法起的时候, 都知道他的因是什么, 原是什么, 果又是什么。 所以虽然他不是真正的修三摩地, 但是他心里, 他是直接的, 所以心是清静的。 那么欲界里面的这些烦恼, 也不会, 也不会逼迫他们, 所以这个就叫出禅。 所以出禅呢, 也叫做离生喜乐地, 就是离开欲界里面, 众生心善灭烦恼的生生灭灭, 所以他得到的是喜和乐。 好, 那么今天就先讲到这里, 就是出禅。 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